这三种情况下的婚姻,女人别犹豫,该离的婚就是岁也要果断离 总经人说婚姻是一双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 这话的确很有道理,现实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表面看很般配的夫妻 过不了多久却劳艳纷飞,而有的怎么看怎么不相配 却一起过了多少年,于是又有人说 婚姻就是一个谜,谁也无法破解这其中的奥秘 但我以为婚姻更像一棵树 一旦自根于脚下的泥土,也不论这泥土是肥沃还是贫瘠,只管扎下去 生长的,婚姻这棵树,一年又一年,任凭风霜雨雪的侵袭 它总是在那里挺立着,凝刃着,一般的风浪已经难死它夭折 但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你觉得婚姻这棵树还能存活吗 是,婚姻组建一次耗费太多的爱和精力 要散火,谁毒都不会甘心 但是遇到下面三种情况 女人们再放不下也要懂得及时止损,次次的离开 一,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有很多男人婚前婚后变个样,其实也不愿男人自己 因为本身男性的生理特点就是喜欢追逐 一旦追到手又不愿珍惜 所以在婚后落差十分大的生活状态下 彼此形同陌路 为妻子婚姻的表象而没有词字 不说话很少沟通,不懂得彼此的需要 不想过夫妻生活 除了住在一个屋檐下 别的和路人没什么区别 这样的婚姻根本就没有爱了 不要害怕离婚后的繁琐和要付出的代价 适当的放手吧 被暴力充斥的婚姻 这样的婚姻不在手术 有很多女性在被殴打和控制的婚姻中苟且 她们有的相信对方会改 有的惧怕不敢提出离婚 不要说爱了 这样的婚姻里能够平平安安的活着都是一种舍望 但是再恐惧 再有期待也不要坚持了 动手打人和出轨其实很相似 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 不要幻想着给她改好了的机会 三,被出轨 对方心已经走了的婚姻 出轨不一定非要离婚 但是对方出轨提出了非要离婚的时候 女人就不要再抱着 我就不离婚 我就要用婚姻和时间托缓你和小三 不让她得逞这样的想法了 在这样的婚姻里最痛苦的人还是女人 另外两个人并不会比你痛 何苦和一个心已经飘远的人讲初心 讲过去的承诺 你要明白人是散变的 结婚了会出轨 爱了你还会爱小三 而且一旦爱了就很难不再犯 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婚姻刺棵树 但这树需要两个人共同精心培育 才会长得茁壮高大 才能经受住狂风的肆虐 暴风的洗礼 雷电的袭击 若不精心管理 就会营养缺乏 定泱泱的 如果再生拉硬测 就会骨断金泽 换来的只能是一层叹息